吉祥 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 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最后一次的静坐的决心 就一坐下来 说他如果没有找到万法的实相 他绝不下坐 那另外一种说法 他若不证涅槃 绝不下坐 那涅槃在那时候的说法 就当他的心完全没有一切妄想 杂染 烦恼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就在涅槃 也就是他能够一定要证到 他的身心跟整个法界是没有障碍的 他若不确定这一点 他就不下坐 那在这个决心之下 当然他累生累劫的修行的因缘 这时候也快圆满了 所以就在一心在观察真理 在寻觅真理的当下 看到了这个明星 我们说阅读明星 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观想 大家观想之后 我的心里面就是一个金黄色的光点 当释迦牟尼佛看到明星 那在外面完全没有遮掌 那同时他里面的明星 也顿然没有现成 然后两相忽面 这时候他知道 原来外面也没有任何遮掌 里面更没有遮掌 这时候他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一个万能的东西 而是知道这本来根本就没问题 法界里面本来本质解脱 我们每一个众生 万物 其实都本来解脱 为什么这么说 它的存在 它的显现 其实就借着因缘显现出一个当下的样子而已 这一颗也是在这个地方 它并不是本来如此 也不会是永远如此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就现在的因缘 让它呈现这个样子 那等一下我拿个残忍的 拿个吹风机 然后就吹吹吹吹 把它的地水火光破坏了 颜色也跟着改变了 那个样子也跟着改变了 因为条件不一样 所以本来那个样子当下马上就改变 但是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因缘自然在改变 所以你不会看到突然的变化 我们说 就是说时间到了 叶子从树上掉下来 尤其像桃花新木 如果开始掉的时候 整棵树很快就掉光光 它不到时间你怎么摇它 它连动都不动 所以万事万物 还有我们一切众生 其实要呈现好的呢 必须好的因缘俱足 你就呈现好的 不好的因缘俱足 你就呈现不好的 你这一辈子很好命 很好运 那事实上是 你过去的善业 在这一世成熟了 你这一世再怎么努力 就是又穷又病 什么都不顺心 那不是你没有修 而是你过去的恶业 在这时候成熟了 我们什么叫有修 当恶业恶报现前的时候 我心还能够不为所动 这个叫有修 不是我修呢 就是修得很好 然后把要成熟的恶因恶严恶的果 都一下子让它不出现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 而是让它出现 而且有些人甚至说 赶快出现 我期待赶快出现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可以解决这些烦恼 不会起恶念 不会起不正确的想法 如果我们现在对心没有把握 那什么事情现前真的你不知道 那你会起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说 真正有修的 他对他的起心动念 很有把握 而且清清楚楚 那没有修的呢 当然福报好的人 他也很有把握 如果因为再怎么糟糕 我都不会起太大的烦恼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业力 多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所以这些福报大的呢 当然都一直保持在对的状况下 好的状况下 但是反过来呢 那由不得你啊 等你福报慢慢变弱的时候 你想没事都有事 所以很多我们是要修好 比如说夜赌明星 那如果心里面没有这份光明 像我们大家都一样 天天夜赌明星 不仅仅赌明星还赌明月 不仅仅赌明月还赌明日 那更强更坚固的东西 我们天天看着 但是因为里面没有智慧 所以永远还是在无名烦恼里面打转 所以外面的一切因 其实都只是一个启发 那重要的是你里面准备好没有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没有那个条件 外面条件再怎么好 没有用 就好像一样的 我们在佛教界里面 我们信佛 我们在寺庙里面 我们在一个巨竹三宝的道场里面 但是你让心还是做不了主 还是做不了主 那是谁让你做不了主 很明显 不是佛菩萨 不是寺庙 不是僧团 只是我们的心让我们做不了主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起经动念是 过去的所有行为的惯性 现在起来的作用 那你若想改变这些 但过去的习惯 我已经不能改变它什么 但是继续下去的习惯 我不能犯错 就随时保持绝躁 不要又被不好的习气 然后又带着走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 会时好时坏 我常常讲的就是说 你福报很大的时候 会过度的自信 我慢就上来 福报好的时候 贪心就上来 因为觉得我得多是理所当然 但是你要晓得 福报的条件 一改变的时候 你可能败得比谁都快 最近我们在新闻里面 看着清清楚楚的东西 我们想尽办法 累积的财户 不仅仅不能让我们更高兴 可能真的是祸根 你可能里面有一个 不如法的经营 可能就把你整个毁掉 不仅仅钱没有了 人还得去被关 就这么简单 但是当我们有福报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都很顺的时候 觉得这个理所当然 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事实上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因果的存在 只要那个因果是不清净的 那个不清净的 不理想的果 什么时候要现成 它是必然会现成 但是什么时候会现成 不必然 必须云言成熟时 就好像我们说葡萄成熟时 一样 葡萄还没有成熟 你看到葡萄就要吃吗 很难吃的 很难吃 因为它还不是你能够受用的时候 那一样的 因果也是如此 所以不管我们 种多少三因善缘 那果要现都必须因缘俱足的时候 果才会现 不是我造三因 结善缘 现在就要得到善果 没有那一回事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懂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尽力而为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做对的事 至于什么时候 那个对的诽报会出现 不管我们的事 那是因缘的事 那是自然法界里面的事 不是我们能决定 你这样就 在做对的时候 你心安理得 而且做得很高兴 那你受报的时候 当然就心安理得 也不会太高兴 也不会太难过 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什么 但是呢 一直造善因 结善缘的人 他得到善的果报的机会 因为如是因如是缘 物与类聚 你现在不断地造善因 结善缘 你跟善的果报 在一起的机会 自然就很大 反过来讲 不管你过去做的都好 你如果现在 就中恶因 结恶缘 那事实上 你会得到 恶报的机会也很大 很简单吧 比如说 好 我现在有很大的福报 过去累积的福报 突然莫名其妙 一个六百万进来了 那这果报现前 你是一个很喜欢车的人 那可能就去买一辆 Benz或者BMW的高档车 好 都很棒吧 但是接着下去 啊 蹦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不仅仅什么都没有 连命可能都没有 那刚刚讲的是一个好像极端的例子 好 我现在要来吃一个 喝一瓶 我很有品味 我要品尝一瓶很好的酒 这瓶酒就是几万块的 好 那我就喝了 喝了 很高兴 那我就开车上路了 人家被拦下来 拦下来最好的福报 就是还没有闯大祸之前 就被挡下来 但我们人不会这样想 我怎么这么衰 喝酒开车马上被抓到 事实上被抓到是对你最大的加持 若没有抓到 等你开进去 等你闯祸的时候 这时候问题就更大 所以我们若有绝招 碰到任何的事情 你都会如理思维 所谓如理思维就还好 我现在喝酒开车 被逮到 那就是酒驾 就是处罚 就是什么 因为还没有惹祸 所以你若这样想 你会用庆幸的心 还好 坏事还没有发生 这些都是本来就我应该得的 这个叫如理思维 他帮你开单的时候 你心里面还会用感恩的心 现在我们看不是 一定是在那边大吵大闹 好 这个五入 五入公权力 再加重一条 然后更大的不服气 你可能下来就出拳了 那就又更大了 所以我们若没有如理思维 会把那个小错 变成大错 你若有如理思维 会大错 大俗化修修修修修修化不俗 你若没地乎 修修并大俗 大俗并没法保险的结果 就这个样子 那谁在掌握这个 如理思维就随时保持绝躁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佛陀 佛陀已经往生两千六百年左右 他虽然已经离我们很久 但是他的智慧 他证悟的开始 到现在来随时陪着我们 那我们的会心呢 我们都心心相应 我们这一颗金色的光点 这时候只要起作用 马上佛陀的法光 佛陀的大智慧 马上就跟我们相应 那他表面上已经不存在 但事实上他无时无处 都存在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可能有时候高山流水 心里面想善想恶 想一大堆 但是你想一想 不管你想多多恶 想得多善 其实你那一颗能想的心 没有改变 那请问能想的心 是好心还是不好的心呢 大家可能会想 这能想的心 如果想不好的事 那就是不好的心 那能够想好事 就是好的心 所以他是好心 还是坏心 是看他想了什么东西 就用果来说他的因 我起了善念 我说这是善心 但是没有去问说 为什么会起善念呢 所以果又是因 我现在起一个善念 我说我这个念头是好的 但他为什么会起善念 这是果 那个因就过去 曾经累积的那些条件 所以我们就这样想 你当下起一个善念 其实不得了 意思是什么 证明我过去 行善有余 我现在都不讲思索 就起一个善念 好 现在我起了善念 我现在在重善音 我现在起善念 我得善果 所以起一个善念 有多大的意义 不得了的意义 那同样的 你起一个恶念 也是如是 就证明你过去 曾经不太好 那现在又起一个 不太好的想法 那恶上加恶 恶恶相承 所以这时候 很重要叫 诸恶莫众 众善奉行 我起善念 那就让它继续发展 如果起恶念 马上让它停下来 这个就是修行 子所当子 我该叫它停 我就停 行所当行 我这时候 应该让它继续想 而且想得越充分越好 我就让它继续想 这是我们可以做主的 但是一般人 如果没有真正做过训练 没有真正懂这一层的道理 其实 其恶念会变成恶性循环 就在里面恶恶相报 恶恶相互相推动 那好一点呢 是善性循环 但是你都做不了主 恶性循环你也做不了主 善性循环你也做不了主 前面那个懂学佛的道理 懂因果的 二念现前 他也可以做主 善念现前 他也可以做主 我们修行 就是在修这个东西 自己可以做主 你能不能自己做主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所以你本来是可以随时做主的 但是我们都放弃了 而是随顺着我们的习气业力 继续 从来没有说我要做主 而是随顺我的习气 我的妄想 我的过去的业力 推我到哪边 我就到哪边 所以就变成一个万劫沉沦的 做不了主的生命体 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糟糕 我们随时可以让自己醒过来 做醒的人该做的事 而不是整天都在睡梦里面做梦 业力好的时候做好的梦 做春梦 做发大财的梦 业力不好的时候被鬼追 不好的时候就想半天就在那边打转 但是你都做不了主 因为你没有醒过来 所以学佛就是让我们 学佛就是让我们醒过来 觉就是睡醒的意思 从梦里面觉醒 叫做觉 所以我们常常叫醒悟 醒悟 或者是开悟 其实 醒悟就是从梦里面醒过来 开悟从迷蒙无知里面 能够 拨云见日 能够开门见山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主 但是要看你 对道理是不是真懂 对真理是不是真有信心 对真理是不是真的决定 要依理奉行 依法奉行 还是我们自己在决定 所以在今天 这个释迦牟尼佛 开悟的日子 我想也一样 让大家种下这个因 甚至可以随时结那个果 当我们真正的看到 所有妄念都没有意义的时候 当我们只要一妄念一起来 马上绝跟着上来 那所有妄念都好像早上的露珠 碰到生起来的太阳 以下就不见了 那我们的妄想更像 一群竹子的影子 在地上在那边扫地 然后我们弄着一个灯一照下去 也知道竹影不能扫地 更知道竹影根本就不可得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所有的想法 其实就是影子 六成圆影的惯性的显现而已 如果我们能够懂这样 你不怕念起 想什么 做你一想 你如果爱想就想起来比较无论 但是我不增加 也不减少 不帮你忙 也不压抑你 看你怎么想 看你怎么再想下去 其实没有几念 他就接不了龙 就没有办法再接龙了 那因为我们很会打妄想 所以他提一个问题 你马上给一个答案 他提一个想法 你马上就在那边呼和 所以当然他就 他就如饼如饼如鸡啦 那妄想越多 自己就越不清楚 越做不了主 这样子当然就 我们的业力啊 我们的习气 当然就越来越糟糕 所以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本来佛 都是未来佛 都是当下佛 都是究竟佛 这样讲起来我们很高 但是事实里面呢 我们又是当下的十足凡夫 又是业力坚固的凡夫 又是妄想纷飞的凡夫 又是我执意识很强的凡夫 刚好什么都做不了主 哪一个才是真的 如果这个做不了主的 硬要做主 那那个真正该做主的 永远没机会做主 反过来讲 这个应该做主的做主了 那个假装是主人的 他完全没有机会 就在你一念之间 你提正念的时候 就属于觉醒的 你提妄念的时候 就属于颠倒妄想 就在这边 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决定 所以修行一定是做内观的 不是在那边攀缘 那个没有意义的 没有你硬把它想成有 就有了吗 不是 有你硬把它想成没有 就没有了吗 不是 既然有 你想它有跟没有 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吧 既然没有 你想它有跟没有 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意义吧 那有是真正的 究竟的存在吗 佛祂告诉我们 这就是佛陀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地方 其他宗教都告诉我们 有个永恒的东西 值得我们追求 那佛告诉我们 没有这种东西 包括涅槃都不是这样子的东西 涅槃都不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追求什么 但是我们要懂得 不追求什么 并不代表完全没有希望 先把我们的希望 放得现实一点 我对我的起经动念 我对我讲什么话 我对我做什么事 先把它导正 先自我要求 我要做得正确 这个才是最切实的修行 不是说十三天 无上意义 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才是 落实的 务实的 生活化的 具体性的学佛 它才是有真意义 其他其实都自我催眠 都自我催眠 佛陀绝对不会催眠众生 佛陀是要让众生醒过来 但现在刚好是相反的 现在宗教都要催眠众生 不是要让众生醒过来 这边一定要先 把它搞清楚 你才会有正知正见 才会有正确的信念 自然你才会有正行 我们说五根五粒 这个一定要要懂 如果懂了以后 当然就慢慢的真的 力量也来了 根也扎了深了 力量也才来了 自然到最后就可以建立 建立起来不是要去建立什么东西 让所有东西 恢复到本来的样子 它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你天天建 天天建 它不如理 不合法 你建得在庄严 都是违章建筑 都说拆就拆 只是你的夜报的快慢 就这个道理而已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 能够闪过去 什么就觉得很幸运 没事 但事实上 这个没事 下一个不一定没事 此事没事 下一次不一定没事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我负责 那这里面真正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就一切依法奉行 这真的是对我们最大的保证 法是我们的保护者 戒也是我们的保护者 戒是告诉我们 子所当子 行所当行 生的行为 口的行为 意的行为 都做的恰当 不恰当就不做 那能够这样子 那慢慢当然 我们就不会有这些不好的业力的牵扯 不好的习气的引导 慢慢你就能够随时都能够如理思维 再举简单一点的例子 我平常也不看电视 也不玩电脑 也不看就连续剧 有的没有的 那就代表我没有这些习气 你没有这些习气 那你就会提正念了 我一天要念多少佛 我要拜多少拜 我要看极卷的经论 你都可以自我安排 反过来讲 你天天 时间到了就要看连续剧 时间到了就要去打电玩 那这样 好不容易 这时候 心好像调得不错 看八点又到了 本来功夫快要成片 结果因为平常的习气 又把你带走了 你又转不容忍 又听来 所以修行是先把这些干扰 我们的破坏 我们的定力跟智慧的东西 先排除掉 那你才能够 没有这些负面的干扰力 你才能够善用你正面的怨心 正面的念力 要这样 所以修行呢 其实不能急 先把障碍物先排除掉 我这个人很想欧边 太人太晒 很搞操犯 你就知道这是你很坏的熟悉 你现在就要想办法 不是一下子能够除掉 但是当你又在搞操犯的时候 你就要马上快醒自己 我又犯旧毛病 我一定要赶快把自己医好 那医好不是去吃什么药 不是吃安眠药 不是吃那个什么 有的没有的 要医好了 现在就停下来 那就马上医好 你吃了那个药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它只是暂时把你压一下 但是它在里面 它在里面它都没有改变 都没有改变 只是表象上你现在它不能起作用 而我们用智慧的抉择 用绝照力 我说不行就不行 说停就停 久而久之 那个习气就被你转掉了 你就把它转掉 不需要吃药的 所以佛法是真正的 救你的肉体 以救你的灰命 那医学可以救你的肉体 救不了你的灰命 这个是差别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 当然我们的资粮有限 所以我现在身体病了 我就找医生 心理病了 我就找善知识 聊也聊 都可以 因为现在你需要这些条件的帮忙 那当你慢慢都能够自我掌握的时候 那事实上慢慢这些就都不需要了 佛陀也告诉我们 究竟的善知识不在外面 在里面 真正的善知识 是我亲身亲眼看到了实相 外面的善知识 外面的善知识 只能引导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说修行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他最多再大的善知识 最多只能指给你一个对的方向 至于你要不要进去 要进去多深 还是你自己在决定 那他到这边就交棒了 接着谁是你的善知识 随时随时依着善知识 那最大的善知识当然是佛 随时依着佛提醒我们的观念 常常起正念 那常常起正念的时候 谁是你的善知识 你自己是你的善知识 佛陀当然是你的善知识 那佛陀给你的知识再多 你现在如果不把它提起来 没有用的 派不上用场 所以还是要靠你自己 提起正念 提起法念 所以真的 到最后一切的主人 是你自己 一切能决定好跟不好 是你自己 外面完全帮不上忙 因为决定权 在你自己 你亲近很多善知识 没错 决很多善缘 那问题是 你不用啊 结那么多善缘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但是真的没用吗 因为我们结过善缘 讨论过一些法 所以当某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可能就用这个法来思维思维 也果然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难 这个就是善知识的大功德 那善知识之所以称为善知识 是因为你具足善知见 而且就善知善见 而且还能够提善念 要起正念 这时候当然就起作用了 所以消归最后 重点还是在你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要随时心存感恩 如果没有佛陀 正得无上正能正觉 把这一份最妙的讯息 道理给说下来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机会 而我们现在是因为有 不觉得它有什么珍贵的 但事实上真的没有珍贵吗 你们发觉鸟样懂很多 但是几乎都死不上力 几乎都死不上力 为什么死不上力 因为你里面没有波罗蜜 波罗蜜就不断的训练来的 不断的累积来的 你懂得道理 要不断的思维 思维要不断的做 不断的练习 如果这样子 那当然你的波罗蜜 就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们修忍入 持戒 什么都一样 波罗蜜是什么 就不断的练习 慢慢变成你的一部分 慢慢变成 我这里面已经没有瑕疵 要做什么都没有障碍 这个就真正的到达 波罗蜜 那时候的波罗蜜 叫圆满波罗蜜 就所有的因缘都已经具备了 具足了 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 希望今年的佛成道日 让在这种疫情慢慢 好像又有点要进入焦灼状态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之光 当你心里面有这一份光明智慧的时候 外面再怎么昏暗 你不会怕 我再稍微说一下 眼睛要看到东西 必须打开灯 必须有一定的光线 你才能看清楚东西 但是心里面那个心 要看到东西 你只要心静下来 不需要外面的任何灯光 你真的要去知道 我们的心有多伟大 好 我现在要听到什么声音 我们当然要耳朵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现实的声音 但是当你心里面很静的时候 你听到什么声音 好像不现实 那什么是现实呢 现前清清楚楚的存在 这叫现实 叫现量 所以当你心很静的时候 你可能听到天乐 别人都听不到 别人都听不到 你听到绝对不是幻听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心里面一直期待着 要去听到天乐 没有用把它想成有 人家一个什么声音 你听起来都是天乐 那这种人不多 比较多的人是什么 人家在那边说笑 在那边讲的 玫瑰色舞 结果你在这边很不舒服 他们都在讲我的坏话 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背后 讲我的坏话 这种人很多 我不是说天天在背后 我讲坏话的人很多 而是误以为人家在说什么 都针对他来的 这种人很多 所以到底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恶念 招呼吸引起来的 避免的恶报 那现象就产生了 这个还很多了 尤其这个世纪 这种属于精神官能的障碍病 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妄想越来越严重 而且贪得无厌 所以物以类聚 你自己在这边不断地发出 不应该有的讯息 当然只要有机会跟你相应的就来了 所以自就知道 还是随时提起清静念 提起你本句的觉知 知觉觉照见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本来有了 但是你要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保持在对的状况下 那对的结果 如实的结果 当然就慢慢我们就可以体验到 可以把握到 可以经验到 你就知道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真的不是就存在了 不是不是 千万不要搞错了 真的都是因缘所生 但是既然是因缘所生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 不是我现在想通了以后 一通百通 那什么道理我都懂了 我今天证悟了 数学也可以搞一百 英文也搞一百 做生意都是一百的 没有那一回事 千万不要打妄想 不要期待那样子 不可能存在的果报 不要打妄想 你不打妄想就不会有错误的期待 你没有错误的期待 你就不会有压力 不会有烦恼 就这样子而已 好 我们最后 用最清净的心 来做供养 愿你这份法喜 法的力量 心的清净力 能够供养十方诸佛 祈求诸佛 随时慈悲 护持的一切众生 往上供养 让我们一起发愿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到最后 我们一起发愿 希望业障 都能够很快地消禁 尤其疫情 能够很快地 有转还的遗地 但事实上 我们又发觉 这世界上 高贵的人 太多 它反而是一种 正面的能量的破坏力 但这种力量还特别大 所以当然有一群 发善怨的人 但是也一群 根本就吊铃铛 它是故意的 因为它不怕死 它觉得死没什么 一个不怕死 死没什么 它一定不会尊重 它的生命 不尊重自己的生命 一定不会善用 它的生命 不会善用 它的生命 然后生命的正面能量 一定出不来 就这样 那这个世界 这种人越多 这个世界 也没有希望 我们虽然不是 什么大人物 但至少 我们都随时 心存善念 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安好 所以最后 我们还是期盼 所有业障 能够赶快地消除 既然是时候 我应该按捷 我应该说